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征不修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时空的邂逅,奇遇中餐馆,二科学的风暴,量子之争,三智慧的桥梁,理论的和解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时空的邂逅,奇遇中餐馆 在探索历史的长河和未来的迷雾中,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时空交错现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虚构的,却又似乎触手可及的场所,奇遇中餐馆 这是一个坐落在时空交汇点的神秘餐馆,它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美食的地方 更是历史与未来,现实与幻想交织的奇妙空间 想象一下,一位穿着汉服的文人雅士,手持雨扇,正与一位来自未来 穿着太空服的宇航员,共同坐在奇遇中餐馆的一张圆桌旁 桌上摆满了色香味俱佳的中式佳肴 从古老的满汉全席到未来的分子料理,应有尽有 这不仅是一场魏雷的盛演,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文人雅士,轻辅然虚,对宇航员说 在我那个时代,人们还在用毛笔书写,而你们呢? 宇航员笑着回答,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用的是全息投影和语音识别 书写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了 两人相识而笑,仿佛通过这顿饭,他们跨越了千年的时空,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共鸣 而在餐馆的另一角,可能会有一位中世纪的骑士 正与一位穿越而来的科幻小说家边吃边聊 骑士讲述着古老的荣誉与战斗 而科幻小说家则向他描绘着遥远星期中的冒险故事 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世界,在奇遇中餐馆里找到了交汇点 奇遇中餐馆不仅是一个美食的聚集地 更是一个文化的熔炉,一个时空的交错点 在这里,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相遇,交流,分享各自的故事和智慧 这里没有时空的限制,也没有文化的隔阂 只有无尽的好奇和探索 当然,这个奇遇中餐馆只是一个幻想的产物 但它却启发我们思考,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 能让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的人们相遇 那将是多么奇妙的体验啊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需要一个奇遇中餐馆 让我们在忙碌和喧嚣之余,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时空交错之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科学的风暴 在探索科学的奥秘时,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瞬间 尤其是在量子物理的世界里 这个领域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论和实验 有时候他们的结果甚至让最聪明的头脑都感到困惑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科学的风暴 量子之争,看看这场争论如何以一种既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展开 首先,我们得从量子物理的惦记人之一,尼尔斯·波尔说起 波尔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哲学爱好者 他曾经说过,如果你对量子物理不感到震惊 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理解它 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量子物理的本质 它违反了我们的直觉,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基本理解 然后,我们不能不提到爱因斯坦 他对量子力学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上帝不知头子 爱因斯坦坚信宇宙的基本规律是确定的 而量子力学的概率性让他感到不安 这引发了他与波尔之间的著名争论 这场争论不仅是关于科学的 更是关于哲学和世界观的 这场争论的一个高潮发生在1935年 当爱因斯坦和他的两位同事提出了著名的EPR杨谬 试图证明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 他们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 后来被称为量子纠缠 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讽刺的是 后来的实验不仅证实了量子纠缠的存在 还证明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 这无疑给爱因斯坦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量子物理的世界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 比如薛定儿的猫 这个思想实验让一个可怜的虚构的猫处于生死胃部的状态 直到有人打开盒子去观察它 这个实验旨在展示量子态的超级位置原理 但同时也展示了量子物理学的荒诞和神秘 总的来说科学的风暴 量子之争不仅是一场关于科学的辩论 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辩论 它教会我们 有时候现实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奇怪 而科学就是在这种奇怪中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信念受到挑战 而这正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之一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关于量子物理的新发现时 不妨笑一笑 想想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 是如何在这个充满未知的领域中摸索前行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智慧的桥梁 理论的和解 在探索智慧的桥梁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看似互不相容的理论之间的和解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将牛顿和爱因斯坦 邀请到同一张桌子上喝茶 尽管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截然不同 但他们却能找到共同点 共同构建起理解宇宙的桥梁 首先 我们有经典物理学 这是一位严肃的绅士 穿着整洁的燕尾服 手里拿着一根精致的手杖 他告诉我们 世界是有序的 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学方程式来预测 然后 量子物理学闯入了房间 他是一个穿着鲜艳夹克 头发蓬乱的年轻人 他告诉我们 世界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位置 直到我们观察它们 这两位 看似不可能和解的理论家 却在某些特定的桥梁上找到了共同点 比如说 量子场论 它是一种尝试 将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 与相对论的宇宙结构框架 结合起来的理论 这就像是让牛顿和爱因斯坦 共同参与一个桥牌游戏 虽然他们的打法不同 但他们都理解游戏的基本规则 再比如 黑洞信息悖论 他挑战了物理学的基本原则 即信息不能被摧毁 这就像是两位理论家 被困在一个密室逃脱游戏中 他们必须放下分歧 共同解决谜题 才能逃脱 通过这样的合作 他们开始理解 即使在最极端的条件下 他们的理论 也能找到某种形式的和解 最有趣的是 这些理论的和解不仅仅是 在黑板上的方程式 他们在现实世界中 有着实际的应用 比如GPS系统就是利用了相对论 和经典物理学的原理 来精确定位的 这就像是让牛顿和爱因斯坦 共同导航 尽管他们对宇宙的看法不同 但他们却能帮助我们 找到正确的方向 总之 智慧的桥梁 并不总是建立在共识之上 有时候 正是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推动了我们 对世界更深层次的理解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辩论赛 每个理论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最终 我们可能会发现 真理往往隐藏在不同观点的交汇处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两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时空的邂逅和科学的风暴 在奇遇中餐馆里 我们见证了不同时代的人们 在美食中的交流与共鸣 感受到了时空交错的奇妙 而在量子之争中 我们看到了科学家们在理论和实验中的争论与和解 以及他们对世界的不同观点和理解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人类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是无穷的 无论是时空的交错 还是理论的争论 都展示了人类对未知的无尽好奇 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寻找答案 但也要意识到 真理往往隐藏在不同观点的交汇处 而这正是智慧的桥梁所在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时空的交错 科学的争论 或者是智慧的桥梁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思考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 一起思考 一起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智慧之桥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